我們請到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裕院 請博士和習近平 哈囉 余先生 你好 早安 余博士 早安 早安 我們剛才都說要找潔淨能源 其實可能不是那麼容易 現在就說政府應不應該考慮 在向中央方面爭取 在廣東省興建專門公港使用的核電廠 去減少兩年的碳排放 就著這個議題方面你有什麼看法呢 另外建一間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的 這個我自己覺得成本可能會高一些 如果專門去建 當然國內一直都有增長有需求 在能源方面 會不會跟我們現有的去爭呢 公不公平呢 這些都要考慮 而如果他們現在不斷去擴展那個 所謂的反應堆 那些核電站的話 這個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意思是從能源安全的角度 我們要增加那個供應 因為將來不知道因為地緣政治 或者其他因素 是不是我們一定有很足夠 來自四面八方的能源呢 這個真是從將來有穩定能源供應這個角度 我們真是要想多一些的選擇才行 你自己看回現在兩電的減碳排放的目標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那現在因為一半是天然氣啦 就是說燒煤就跟燒煤比就少了一半的碳排放的了 但是問題是用了天然氣都不達標的 就是都依然有碳排放嘛 因為你都知道將來是說零排放嘛 所以現在其中一個考慮呢 就是可不可以天然氣變成氫氣呢 來發電呢 那氫氣是要綠色的氫氣 就是說很多時候可能要從再生能源的過程裏面 去產生這些所謂綠色的氫氣 就是真是比較低碳 零碳的能源才可以 那這個還未肯定到的情況 現在兩電都是在研究中 因為氫能的技術 余博士比較熟悉 其實日本說很推崇去做研究開拓 但是到今天都未能夠廣泛應用 因為氫的生產都是要能量的 那你又用你另一些能量來生產氫 剛剛說要潔淨的氫 那潔淨的氫又不容易去 現在在科技上是否未達到這個水平呢 那這樣的有幾個因素的 那你說那個固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說綠色的氫和啡色的氫 它們叫做Green Hydrogen Green那些就是所謂Electrocess 就是在那個碳能 或者那些再生能源 那個過程裏面經過這個過程就產生的 綠的氫就是低碳的了 就是要零碳一些的 但是如果你用其他 像你剛才那樣說 有些能源要所謂Input的 就是用能源來產生一個另外一個氫 那就變成了啡氫了 那就達不到那個所謂零碳的目標 那麼這個過程 另外一個普及呢 就是其實用氫就在工業上很普及的 但是你在民間儲存 運輸 那個安全標準呢 那就是現在機電工程處都在做著 另外就是 就是說 防火啊 這些問題啊 那就是民間為什麼這麼難普及呢 就是你要找到地方儲存 又要安全 因為它在一個密封的狀態 會爆的嘛 它其實揮發得很快的 就是揮發得很快的 但是呢 問題是如果你要儲存呢 那就要看了 那麼 運輸 其他都應該可以解決的 但是 香港的這樣的環境 這麼小 地 少人多的環境呢 那就是 那個挑戰是高一點的 嗯 想問一下 即特首都有講到 在考慮呢 就是潔淨能源方面的供應 是會從不同的地方去考慮 輸入更多的潔淨能源的供應 去達到那個減碳排放的目標 其實你自己看回 現在 如果我們講潔淨能源的 有什麼選擇呢 要輸入潔淨能源 或者成本效益 怎麼算呢 是這樣的 你當然現在就比較講儲能 尤其你看到打仗 那個情況 歐洲就有很多儲能的設備 就是用電池去儲起能源 簡單來說 或者用不同的設施去儲起 這個是將來一些趨勢 但是你產生的能源 都要有一個源頭的嘛 嗯 那就是這裡就看科技的發展 看看去到哪裡了 而我自己覺得就是 都是在新能源你才會靈炭的嘛 那你變成了就是 現在國家可能它都只有十幾個巴仙 將來可能去到三成 包括水電那些 這些再生能源 太陽能好 風能好 地熱都好 這一類的能源 將來的比例會一直升的 我們就要看看 在哪裡拿到這些再生能源 那這些再生能源 是不是會 隨著科技可以找得更多 譬如醃癌氣 之前就說很難開採 但是現在技術就高了 是不是醃癌氣又可以 給大家一個選擇呢 都是的 如果你看回美國那時候就 它是打橫去開採那些 就是油田 所謂 當然了 中間有些化學的成份 還有有沒有機會污染地下水 這些 就是它有它的問題 但是那時候就 因為油價低嘛 醃癌氣那些 最後就 醃癌油 這些能源 公司那時候有點倒閉 但是去到現在 油價又回來了 那是不是一個選項呢 都是的 但是都是碳排放那裡要解決 就是說除了能源那方面 現在很不幸 戰士歐洲走回去燒煤 那你的碳排放也沒有解決 所以這些問題 長遠始終都是要去回新能源 再新能源 這些所謂靈碳的能源才行 那香港是要找多些供應的了 這個很靠特區政府 他們說其實一直在做的 會探討不同的方案 如果有決定的時候 都會向大家公佈的 有需要的時候 再邀請余博士和我們分析 今天多謝余遠請 多謝 再次 нашем見Face 感谢观看